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有一种类叫忙不完 去年网上曾疯狂流传一张图 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截图来自日剧《大叔的爱》 一个管理层在告诫他的同事 千万不要去责骂年轻人 但对办公室里的中年人千万别心软 因为年轻人你骂他 他们会立刻辞职 但是你可以枉死你骂那些中年人 尤其是有房有车有娃的那些 张爱玲曾在《半生园》中写道 到了中年的男人时常感到孤独 因为一睁眼全是要依靠他的人 而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人到了一定年纪 总会发现有忙不完的活 挣不完的柴米油盐 看不透的人情事故 大事小事也总是一起找上门 许多人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区区前行 他们明白 累是一种常态 忙不完的工作和日常琐事 也是一种常态 因为人生在世 本就是一个负重前行的过程 但劳累的生活并不等于快乐 苏氏便是一位懂得苦中作乐的人 他总能在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中 封迎自己 下雨了 别人都是待在家里不出门 苏氏来一句 逐杖盲闲轻胜马 一缩烟雨认平生 从雨中窥视人生的豁杂 苏氏的一生可谓苦难重重 多思被贬 一次境遇不如一次 可他依然选择用乐观的心态 坦然面对 在忙碌而困苦的窘境中 找新乐趣 人生有时确实很难 也很累 如果事与愿违 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在困境之中 保持积极的心态 发现生活之美 你才能遇见更好的安排 二 有一种类叫说不出 人越长大才发现 这世间根本没有 感同身受这回事情 人越长大才知道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 有些委屈只能自己受 人越长大才知道 别人看到的只是表面 所谓的关心也只是敷衍 越来越多的人 不爱发朋友圈了 心里的那点难过和委屈 快乐和高兴 都留在了备忘录里了 经常有人会问 人为什么越活越累 一禅说 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 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小时候打着打着就和好了 长大后和和气气就绝交了 小时候玩的投机就想着一辈子 长大后海誓山盟 却不是一个心思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我们也还是那个我们 也不是没有过去那么美了 而是在长大的过程里 我们都累了 有些累是因为委屈 明明不是自己的过错 却要承担问题发生的结果 有些累是因为伤痛 讲出来伤人又伤己 所以只能自己心里默默扛着 有苦说不出 这大概是人生里最累的一件事情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 却花上一辈子来学会闭嘴 但即使如此 也别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委屈时抱抱自己 受伤时学着自我疗伤 人生过着过着也就过去了 三 有一种累叫没人懂 你总是笑容满面 别人就以为你没有伤痕 你总是光鲜得体 别人就以为你没有苦衷 人生若只如秋剑 何事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确顾人心 却到顾人心已变 人生在世 最累的是没有人懂 你没说啊 你也没问啊 在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一个不问 以为对方想说自然会说 一个不说 以为对方会懂 一个蒙在鼓里 一个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 都在等着对方主动 却事与愿违 然后哀叹道 原来你不找他 他也不会来找你 于是走着走着 就散了 生活中有些不懂 是因为不主动 而有些不懂 是因为不在乎 杨将和钱钟书是出了名的文坛抗地 两人相知相守 恩爱庶宅 有一次 杨将给钱钟书写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个字 怂 钱钟书回信里 同样也只有一个字 您 杨将收到钱钟书的回信之后 就瞬间明白他的心意 原来 杨将写的怂字 意思是问钱钟书 心上到底有几个人 而钱钟书回的您字 意思是 心里只有你一个 能够被人读懂 是一种幸福 但慢慢人生路 要想遇到几个 懂得自己的人太难 欲生了要珍惜 欲不上也没有关系 好生经营自己 人生很累 但也别轻易后退 人生很难 但也别忘了勇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